我擔心你在短期间内打了四针 你抗体别人高 我不太担心有效性 可是我比较担心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全世界目前没有在短期间内 连打四季这样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知道欧美很多国家 都是打加强针 它大概都是第二针之后 五到八个月之后 那个抗体掉下来了 他们才去再打 然后在这群人上面看到 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目前其实就是说 离你的第二剂高端至少28天 可是你要知道 这其实都是一种理论上 学术上的建议 那我知道庄仁祥负责 那个发言人有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很多别的疫苗 小朋友打的疫苗 很多其实也就是几个月内打好几针 我个人觉得不能这样推论 因为每个疫苗的状况都不一样 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冠疫苗 是全新的疫苗 所以别的疫苗可以这样 几个月内打好几针没事 不代表你这个疫苗会没事 假如有一些需要现在出国 也许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 那我们知道年轻男性 现在比较担心的 MRNA疫苗打之后 心肌炎的副作用 假如你高端两剂之后 你现在再打一剂 BNT或莫德纳 我担心也许你心肌炎的几率会比较高 这个没有资料 这个要打下去才知道 所以我觉得有学理上的风险 所以我会建议 假如你非得这个时候要打这两针 为了出国 我建议你可以选BNT比较好 因为莫德纳看起来 在日本跟欧洲的资料 都是莫德纳心肌炎的几率比BNT高 北欧甚至是因此是 三十岁男性就避开 以下的男性避开莫德纳不打 女生的话因为心肌炎的风险没有那么高 我就不会这么在乎这件事 那我只是说年轻的男女 三四十岁以下 可能最好还是避开AZ比较好 因为AZ现在在全世界的国家 几乎都是限制年龄 太年轻的人不要打AZ 因为有那个血栓的副作用 白打这件事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假如你是为了在这个时候出国 以美国为例 那你叫做白打没错 因为你得再打美国现在承认的那些疫苗 你才能入境 可是假如是以防疫的角度来说 你会不会已经可以有足够的抗体 对抗病毒 我相信不是白打 WHO的这个叫做团结疫苗的临床试验 他们在三个国家会收案 高端两万人 对照族两万人 这是传统三期 那前一阵子有传出好消息 已经收了四千人 速度还蛮快 所以我相信在几个月 应该会有在临床试验中 高端是不是真的有保护力的数据出来 就是证实了它的保护力这样子 感谢观看